外头狂风暴雨 船身还不断摇晃 拖船冒着台风天出港 为的就是眼前这艘 哥斯达游轮沙伦纳号 24号约凯米台风带来的 强风巨浪滞留高耸港 总计的动员的拖船的 轮替的数量是8艘 但是同一时间在船边协助 顶靠的作业的拖船 最高有3艘 沙伦纳号 哥斯达游轮沙伦纳号 因为台风三次更改行程 甚至衍生出旅客霸船 达成协议后 就在游轮准备出港 因为阵风达到7到8级 加上游轮受封面大 只好先滞留高耸港 从画面中更可看出 状况有得危急 好在靠着4000匹以上 大马力拖船轮班 顶住船体 加上防抬缆 投钱缆等 防止船舶被强烈风势吹走 现场人员还得随时提高警戒 严防船体偏移 撞击高雄港旅运中心 过程惊心动魄 索性平安渡过 总记起来大概有配置有事 大概阑城的部分 前后加起来有22根 原则上在港口 如果平均风力在6以下 应该就船舶 那个整个出港的部分 比较OK的状况 格斯达邮轮沙伦纳号 是高雄港百年以来 第一艘在港内渡过 长台的国境邮轮 预计26号风浪间歇后 就会离开高雄港 明示新闻戴山田 高雄市报导 Covid-19来势汹汹 明示新闻为您提供 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明示新闻台 明示新闻为您帮助被从事一切影像 grave 未经许出情况下